今天是出于宫的日子 又背上了这个大包 太重了 今天应该是多少公里了 下坡路出去走尼龙 尼龙大峡谷 大概是4-5个小时 然后16公里17公里 大概就能走到尼龙出口 然后到了尼龙出口过后 我们就会拼车一起去到丽江 这一路出去会沿着一个河流 小小的河流 一路下坡出到蓝沧江那边 所以一路上会看到蓝沧江那边的大峡谷 风景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前面一段它其实是在树林里面 终于第四天 徒步最后一天 多谢了 多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走到了蓝昌江 然后呢在这边有一个小亭子吃个桃子 太多了 有卖西瓜还有桃子 这个小亭子这个小卖铺竟然开在那种山里面 然后阿妈还要把西瓜背上来 自己背上来卖 从山脚背上来卖 哇 这些水果都是从山脚背上来卖 下去还要大概半个小时吧 这底下就是蓝昌江 它的那个江水特别像 热巧克力 还有像麦楼 然后对面就是公路 等一下我们就会从那边出村 回到丽江 这个葡萄好小粒哦 它这个是母子葡萄 山葡萄超小粒 再见 再见 拜拜 奶奶奶给了一个清颗饼 是她的午餐 我们把她的午餐吃完了 刚刚桃子是在这边洗的 没有桃子 没有桃子 她那边换的水 我刚看了 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结束徒步 今天走了16.8公里 三个小时 一分将近四个小时 出雨冯村加近四个小时 那我们在这边休息 然后这是一个停车场 等一下呢 就会有司机来送我们 直接去到丽江 这次雨冯土步非常顺利 走了四天 平均每天大概走 18到20公里 第一天17公里 第二天18公里 第三天19公里 第四天20 第四天是16.8公里 所以每天差不多 就走过18公里吧 晚餐吃 鲸汤土鸡汤 土鸡鸡汤锅 我们是小火锅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丽江古城附近 这个是一锅鸡汤还没有开啊 因为最近是云南市鸡子的季节 所以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准备的鸡子 来了 好多 拿起来都开 拿起来吗 当然没有开 很热的鸡汤 哇 满满的 一盘鸡子有各种 竹酸啊那些 我只叫那 旋转一下 我只叫都出一个鸡子 其他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今天小姐介绍一下 鸡生龙 黑皮鸡粽 竹酸 美味牛干菌 蟹味菇 黑牛干 这边还有一个筋的 我要煮20分钟 都是没有吃过的 计时一下 不然会死人的 我们会有计时器的 煮20分钟哦 这还蛮有厕子的 是那个稻草边上的一个盖子 祝贺我们羽绷徒步成功 这是我们今天羽绷出来的第一餐 好了好了可以开可以开了 20分钟到了 开锅 哇 一锅的菌子 天呐太鲜了这个 开吃吧开吃吧 我都认不出来 这个好像是牛干菌 然后还有什么 竹酸啊还有什么 哎叫不出来非常非常鲜 各种 天呐这个汤太鲜了 满满的全部都是蘑菇的味道 这个 这个才是菌汤 火锅的菌汤 这才是真实的菌汤 里面有差不多六七种各种不同类子的菌子 太鲜了 嗯 太幸福了 是不是超鲜 拍你的第一表情 是不是超幸福 超棒的 如果冬天喝一下 真的冬天喝 不过今天晚上 因为它夏天还是挺凉的 还好不热 嗯 天呐 好 至于了 我要留在家 我要留在家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